国立大学科研人员开发新的面包制作配方 为糖尿病患者提供多一个选择 新配方采用植物色素 这个名为花色干的植物色素 能够从紫米和蓝莓当中找到 能够放慢糖分在体内的消化速度 新研发的紫色面包 口感和一般白面包没有两样 呈现紫色主要是因为面包内 加了紫米的萃取物 它含有大量的花色干 花色干也称为花青素 能让面包糖分的消化速度 放慢12%到20% 从而不会造成血糖大幅提高 此外新面包也比一般白面包 多出两倍的抗氧化物质 有助健康人士防止心血管疾病和癌症 花青素在被烤之后残留在这个面包里 不光是降低了这个淀粉 在人体里消耗的速度 而且同时它保留了它的抗氧化性 因此对其他的许多慢性疾病 甚至癌症也有积极的意义 科研人员还会进一步研究其他配方 包括如何在其他食品中融入花色干 科研人员也希望找到商家 把配方推出市场 不过新面包的价格 预计会比一般白面包高 但价格接近全麦面包等其他种类面包 录杷战伦也会加害善 孩子 涉及超级